沈腾身家过椅房子却很朴素 低调平易近人 毫无明星犯大家是从哪里知道沈腾这位喜剧演员的 小编是从夏洛特烦恼知道的他 相信很多人对他的认识也是和小编一样 不过沈腾早在2012年 就已经在央视春晚重量过香 但是他在小品中扮演了一个有点剑有点二的角色好剑 从那时起他已经开始有点人气了 不过当他走在大街上 人们都叫不出他的名字 而是说一那不是好剑 这让他觉得很烦恼 他觉得自己应该被别人喊出自己的名字 而不是一个角色的名字 于是他开始学着去沉淀自己的演技 后继薄发 当然他成功的 现在在各大店里外 只要海报上写了他的名字 观众都愿意为他捧场 夏洛特烦恼 就是他事业走向巅峰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 由他和老大让玛丽一起主演 在电影院开始上演后 就备受大家好评 这部电影搞笑却不缺乏深度 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 也值得人们去思考 这一开门红也给他后面的作品 做了一个有力的基石 即使在线的人们谈起这部电影 也觉得是一部现在值得一提的喜剧片 今年西红柿首富也是万人追捧 撇房突破 二十五这一 网友们几乎一直给出好评 一部好作品必须要经得起推敲 不然再高的撇房也不值得回恨 这里不得不夸下沈腾 这不见反映了当代社会 很多人的报复心理 但在面对抉择 时究竟是选人性还是金钱 说到钱我们就不得提一下 我们现在身家上亿的沈腾老板 之前在录制节目时 观众发现 比起起他明星的好宅 沈腾的房子可以说是很朴素的吗 十分低调 平易近人 我们下一次 发言 您请问